美国气候特使约翰·科里 5月24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 不应加深世界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从而导致气候变化 他在瑞士达沃斯说 必须向欧洲补充因俄罗斯停产而损失的天然气 由于对主要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俄罗斯的制裁 导致供应收紧 能源价格飙升 引发了一些国家数十年来的高通胀 以及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科里说 没有倒退的余地 他指出排放量增加了6% 重污染煤炭的使用量增加了9% 他说 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快速投资 是将气温升高控制在1.5摄氏度以下的 唯一解决方案 他是说 对可更有效忍的 能源价格飙升高控制在1.5摄氏度上